全球每一年有8万名的儿童被诊断出 罹患了第一型糖尿病 美国病患总人数更超过了100万 名列全球前41大的南加州希望之城医疗中心 最近获得了一家知名的家具制造商 捐赠了5000万美元 目标要在6年之内研发出 根治第一型糖尿病的方法 而研发团队主要的负责人 还是一名华人女医师 明白糖尿病是全世界医疗单位的共同难题 只能依靠胰岛素控制病情 无法完全治愈 甚至有一些病例使用胰岛素治疗无效 且产生更多副作用 因此希望之城宣布 要善用5000万美元善款 目标完全根治糖尿病 甚至要挑战预防糖尿病发生 但是胰岛素没有办法真正控制血糖 所以经过很多年之后 病人还是会有并发症 在6年之内 希望能够将一型的糖尿病 能够有一个治愈的成果 明白社会上有许多人 对第一型糖尿病有许多误解 因为他们有时不得已 必须在公开场合 使用胰岛素注射 而遭到旁人用异样眼光看待 无独有偶 台湾职业棒球好手蒋志贤 也是第一型糖尿病患者 在高二被诊断出 罹患第一型糖尿病后 每天都得注射 胰岛素比赛没打三局 就得测一次血糖 最后才逐渐接受 医生都得与糖尿病共处的事实 我们能够与医生、医生、医生 医生、医生 来自不同的社会 不同的国家 有些在亚洲 有些在世界上 来到一个地方 与他们的努力 去治愈糖尿病患者 强调全球每年有八万名儿童 被诊断出罹患 第一型糖尿病 而且在美国的病患总人数 更高达一百万人 因此希望支撑承诺 将带领更多医疗人员 投入研究 帮助糖尿病患 永远脱离病痛 东方新闻魏宽 李鸿正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